弟兄姐妹 最近我们一起在整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都是在讲到彼此相爱的心 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有爱我们就会活得更加的美好 而且活得更加的有力量 有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 我也讲不出来 就是有一些的好像有一些的 也不是什么难述 只是心里好像有点吓成 我总是就会去找一个弟兄 去跟他问候 其实我没有讲到我的问题 反正我跟他聊聊 我的心就会豁廊开朗 聊完了 我觉得我的心就得到安慰 我也从我的弟兄得到力量 因为他总是帮助我 总是提醒 告诉我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命定 他常常提醒我 让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拣选 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极其的美好 也是上帝的心意 弟兄姐妹 我就想说我们常常都是需要不断的别人来一直的来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 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个木道友 那他的太太离开了 我就看见他满脸的愁苦 我就鼓励他 我跟他讲说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真的来帮助你 因为他太太已经也不来我们教会 反正就是这样子好像从人间蒸发就失踪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那他的先生就到教会来 希望能够从教会能够找到他太太 可是一直都没有 弟兄姐妹我就看见他的愁苦 我就告诉他说 真的这样的状况好像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来帮助你 但是我说我鼓励你到教会去 你已经有几位弟兄姐妹是认识你的 就是那个小组 他说我就鼓励他 我说人生真是遭遇各种不同的难处 但是有朋友跟没有朋友是非常非常要紧 我说在教会里 你能够找到真正爱你 真正能够愿意陪伴你的这样子的人 我就鼓励他 我就鼓励他 那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我们碰到问题 而我们自己单独去承担就是很危险 圣经告诉人说 这个一个人是很危险的事 因为我们跌倒没有人会扶我们起来 那两个人就有同伴 就可以扶我们一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两股身子 加上我们的主 加上我们的神 我们就不会这段 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在爱的里面 我们可以一直的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今天我们要读第四章的最后的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二十二十一节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秘密 二十一节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我有点感动 你知道爱是什么 爱不是放任 爱也不是放纵 你知道爱其实有很多的方面 有时候爱需要去 当你看见他走错的路 你需要有这个勇气来告诉他说 你这样做是错的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很希望别人都是 我做什么 别人都能够包容我们 都能够忍耐我们 的确这是爱的表现 但是不全然都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认着我们的信 我就是要这样子下去 我们你知道路是不会变好 你这样你跟着对着神来干 你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敢讲 因为我们讲了我们很怕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人 我们很怕他不能接受 他就走了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很为难 因为我明明知道 他这样子的表现 这样的行动 不会讨神的喜悦 也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除非他能够明白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他一定要悔改 他一定要转过来 要不然的话他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那很可惜 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不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敢讲 那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讲这些事情 那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要怎样表达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 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那我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愿意真的真实的来说来做的话 我们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杀人结果就被判死刑了 后来到刑刑的那一天 这个执行官就问他说 你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他就说 我想找我的妈妈 我想跟我妈妈讲最后一句话 后来这个执行官就让他妈妈去跟他的儿子 做最后的这个 这个儿子就跟妈妈讲说 妈妈我想吃奶 所以他妈妈就看这个儿子已经快要死了 怎么会要吃奶 这妈妈还是就把肉房给他 结果这个孩子竟然就用力咬一口 那他妈妈痛得大叫 她说为什么这样子 她说妈妈 她说为什么我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不可以做 你从小你就是放任我 我偷人家的东西 你没有告诉我说不对 我欺负别人打人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对 你就放任我 放任我 所以我就慢慢 我就变成这样子 后来我就变成一个小流氓 后来我就变成一个大派 这个流氓 我就坐监反科 我小罪不断的犯大罪 然后慢慢就犯大罪 最后我竟然变成一个地步 我杀了人 我变成一个杀人犯 我被判死刑 弟兄姐妹 我自己心里 我就忽然间我想起这个故事 那我就想说 弟兄姐妹 我们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 我们愿不愿意真实的来帮助弟兄姐妹 那比如说他的生活 他花钱的方式 他带人接物的方式 那我们能不能够很勇敢的去跟他讲 当然要很有智慧的讲 而不是当众来羞辱他 而是真的存着爱心来挽回来帮助 让他能够知道这样做是上帝不喜悦的 上帝不喜悦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呢 就欢迎你来告诉我不对的地方 那弟兄姐妹 到我们这种年纪 我们已经没有人敢对我们说 我们什么地方是不对的 你不对那是你家的事情 没有人会管你 但是弟兄姐妹 什么是爱 就是当你的脸脏了 你看不见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哪里有问题 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脏的地方擦掉吗 我可以帮助你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 这个耶稣叫我们彼此 这个相爱 用洗脚 弟兄姐妹洗脚 就是把污秽的地方洗干净 让你可以变得更好 那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更高的一层的爱 那第一层的爱 可能就是包容的爱 接纳的爱 可是第二层的爱 乃是成全的爱 乃是更正的爱 弟兄姐妹 都是不容易的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的神的爱 其实他不是只有包容我们 接纳我们 他也要我们成为他的荣耀的形象 他要建造新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求主恩待我们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但感恩别人 做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接纳 但是弟兄姐妹 让我们也愿意说 弟兄 如果你爱我 请你告诉我 我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当你看见我的缺点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让我有机会可以改正 当一个人真的跟我讲的时候 我愿意非常谦卑 我愿意不是发怒 我不是愤怒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这样子 弟兄姐妹 让我们愿意谦卑改变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更蒙神祝福的人 阿们 就求主恩待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恩在你面前 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是主啊 谢谢你 你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能够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 主啊 让我们不是 屡次都一直变成一个 好像放纵自己 放肆自己 而我们从来只有想到我们自己 主啊 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接纳别人对我们的忠告 主 谢谢你 使我们彼此中间 我们真实的 用真实的爱彼此的相交 我们不但是接纳 我们也要成全 来纠正 让我们的弟兄能够更好 让我们的姐妹更加的完全 谢谢主 你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真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